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談談關於本港的消息 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所說 在星期三 即是20日的時候 有一名42歲的大妻婆 她有8個月生紀 當她在土瓜灣的御所下樓散步的時候 遇到有警察向她截查身份證 她就說由於是疫情的關係 而且她自己有身紀 所以防備意識就比較高 故此她就不願意站在另一名同時被截查身份證的市民隔離 這位孕婦聲稱 警員指控她阻差辦公 並且罵她是死胖婆 孕婦反駁要不要那麼兇 警察就把這名孕婦雙手反鎖 並且是想帶上警車 後來這名孕婦情緒激動 坐在地上等待救護車送丸 期間在這裡喊虎喊忽 後來這名大妻婆的姐姐就跟記者說 說大妻婆在今早9點就騷擾了 那名孕婦大概是7-8個月 是順產的 幸好沒有大礙 當然下整件事 如果你就這樣評價就當然是 很可憐 一個大妻婆下樓 你用不需要這樣來喝戚 就算檢查了她的身份證 發現42歲 你也不需要說她是死胖婆 你擺明就不相信她是大妻婆 但是偏偏就是高齡產婦 幸好現在就叫做母子平安 如果不是有什麼依辱的時候 你一輩子過意不去之餘 一分鐘還有後續的責任 好了這件事就還沒完 原來這個大妻婆的家人 全家都是藍絲來的 原來是撐警家族來的 大妻婆的姐姐劉女士就說 他們全家過去一直都是支持警方執法 而且就認為 警方維持治安是應該的 但是經過了這次的事件 有一個親身體驗以後 就看著一個 陀有8個月生幾的 大妻婆 竟然遭到警員的粗暴對待 她就說 警隊在他們全家心目中的 所謂正義形象 已經是宣佈徹底破產了 她姐姐還說 你警察這樣去對付一個手無寸鐵 又不是偷又不是搶 都可以這樣對待 她就真是不知道 怎樣來到去 再相信這個政府 她還說 一想到她的妹妹 被警察粗暴對待 就很心痛了 就斥責警察 就算是一隻狗 都可能會知道多少人性 這些就簡直是沒有人性的 這個大妻婆的姐姐 劉女士就說了這番說話 實情大家就評價一下 這個撐警家族 為什麼自從2019年6月之後 發生了差不多年半的事件 他們都還可以說 維持治安是應該 你還說得出這些說話 到今時今日都還說這些說話 我不明白 到底你什麼邏輯呢 既然間他可以認同 那些警察棍如雨下的所謂執法行動 是叫做維持治安的時候 那到底為什麼 他查你妹妹身份證 這些又不叫維持治安 為什麼你可以一方面支持 警察嚴正執法 另一方面 當他嚴正對你妹妹執法的時候 你又有另一套的標準 現在他就懂得說 說他的妹妹是手毛串鐵 又不是偷又不是搶 我真的想問他 在2019年6月之後 那麼多市民出來示威遊行 有很多次都是那些街坊 無厘頭被人拉了回去 然後又放出來 難道那些怎樣 那些一樣是手毛串鐵的 難道你說那些人出來 是打雜搶笑 沒有可能 是不是 當然 現在大家都知道 他面對著這個情境 就叫做 針刺到肉 就知道痛 那麼問題就是 未免你那個神經 都是麻痺了很久 是不是 2021年的1月 你才知道 因為你有個切身體驗 你才知道 過去的年半你是沒有感覺 過去的年半你是 一直在搖旗 立喊在撐警 下就說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 這次你不支持 警方事實上 就是有權力來去截查身份證 為什麼他現在不支持呢 如果他真的撐警的話 就不應該提出任何的質疑 不應該說三道四 是不是他信念不夠呢 那你怎樣做藍絲啊 原來動到你 你就不撐他了 這些叫做假藍絲 那我就想問 其實這些人 過去一年半的思維模式 是怎樣 在想什麼 他就很應該說多些 這方面的感受 不只是說他妹妹那件事 又懂得找蘋果來掃府 又懂得罵那些警察幾句 想怎樣 想市民同情一下你 實情我看完這些消息 完全是無感 你過去那年半你都無感 那我也無感 我看到 在Facebook上面 那些留言 一面倒 就說這些人 是自己拿來壞 所以他自己都應該去反省一下 好了 接著就說回 左敦峰區的情況 林鄭今天下午四點鐘 當時就去到延長那處視察 後來回答了一些記者的提問 他就說 在總結經驗之後 日後如果再次需要封區 其中一樣需要改善的 就是封鎖公佈的時間 他就說 今次的行動 事前就走漏了風聲 所以下次就一定要認真研究 是否當市民一收到封 就不如稍微早些公佈行動 和細節 他就說這些說話 其實特區政府這次就很高招 為什麼呢 實行這些封區的做法 有多少市民真是認同 是覺得他有一個積極的防疫抗疫效果 我不知道 但是現在大家主要就聚焦了在 喂 為什麼你會走漏風聲 哎呀你一走漏風聲的時候 有些人就開始走了 哎呀那些人走了 傳播到到處都是 甚至乎有些人就很積極地捉鬼了 好了 那這件事呢 其實就是成功在哪裏呢 就是 現在大家就沒有人批評 這個措施到底有效 還是沒有效 純粹就是批評他 喂為什麼會走漏風聲啊 我就覺得 這個走漏風聲是 怎麼走出來的呢 那些風聲在哪裏傳出來 那一定是你特區政府的內部傳出來 是不是 沒有理由 阿毫阿修會知道你這個消息 根本上你那個風聲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有意呢就是 預先走漏 然後大家就聚焦了在那些 逃跑的人身上 所以特區政府這招觸心理呢 是很厲害的 是借力打力 第一 他就成功再轉移了視線 很少人再去針對他這個 封區措施本身有沒有效 就集中了在你那個 逃跑的人身上 第二樣東西就是 他成功地分化了區內人 還有區外人 而這招永遠都是會成功的 為什麼呢 因為區內人永遠都會少過區外人的 你最多玩的那些什麼風區 萬多兩萬人 你外面七百五十幾萬人 所以你裡面的人一定少 外面的人 你永遠都會成功的 下次特區政府又封第二個小區的時候 那些市民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當然有一幫很蛇鬼的人 就會走出來說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走啊 你不要到處散播病毒啊 實際上這幫人天天都坐車的 天天都上班的 分分鐘你在地鐵、火車、巴士 都跟你拆身而過 也不奇怪 甚至乎坐在你旁邊的人 都是在這個所謂小區裏面的人 這些事情又沒有人去想 沒有人去理會的 總之現在特區政府 制出一個 防疫、抗疫的神主牌的時候 很多人馬上就會順復 立刻 特區政府做什麼都說對的 過去兩年其實是白費的 又說爭取什麼自由 到頭來原來被人這樣 鉗制自己的人身自由的時候 有些人都說是對的 是做得好的 你是不是趨漲 我不知道什麼邏輯 是不是 我不懂得說 總之有些人就說這些東西是對的 我就不知道在哪些地方 林鄭就評價自己的抗疫表現 就說過去的12個月以來 她是盡心盡力的 但是抗疫工作 就不會一朝一日到位 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過去一年以來的表現 談不上一個好字 什麼沒有最好 只有更好 你說到好字 做得很好 你去問一下市民有什麼評價 評你多少分 不要只是自吹自擂 跟著她還說 下次就會檢討一下 怎樣是被居民清楚了解的情況 不過她就不同意 這個所謂封區的措施 是一個擾民的行為 現在是公共衛生的情況 香港已經是相對重視給居民有一定的活動 日常生活 例如上班是可以維持 其實她都回答了一塊雲 明明她說封區這個措施 她認為不是擾民 但是她又說日常生活 例如上班可以維持 那些是說你平時的情況 你封區的時候 例如上班是可以維持 怎樣維持 你都不讓人出去 愚蠢 我不知她回答什麼 她還說 視察的時候 跟幾位區內的居民 談談 說這些人都認為 強制檢測是應該做的 林鄭就問他們這幾天會不會很難受呢 那些市民就回答她說可以接受 都不知道是真的不是的 你信不信 有人說這些東西是可以接受的 藍絲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做妹妹的 其實從林鄭的子女行姦 大家都會聽得出 她根本上是想借著這個封區的措施 來把她的所謂的全民檢測借私還雲 上一次 她弄得不湯不水 反應的冷淡 現在她索性封了區 叫你強制檢測 其實她這個居心 都超然若竭 這次就封了佐敦 她已經透露了口風 可能會有下次的 不知道下次哪一個區租養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